新闻正前方 我这小小伙伴们可就要正式开学了啊 这回可真是要到时候了 寒假作业都写完了吗 书包都熟了吗 尤其是新学期需要用的文具都准备了吗 我跟你说啊 这两天啊 沈阳的文具市场那是相当火爆 买点笔还有白芝粉什么呢 本笔 就是学用品的 笔本 就是看笔和本 因为他三年纪了要用钢笔嘛 给他买点新的钢笔 然后买点本之类的 主要是书皮啊本什么之类的 开学时候的学习用品 主要是课堂上用的那些 学校要求的书啊本啊笔啊这些 学前就学前用的那种 文件夹笔笔 然后就学那种全都有尺 临近开学 在商场的文具店里 基本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的 而家长在给孩子选择文具时 也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孩子写起来比较顺畅的 我们是看那个稍微环保一点 二一个也是学校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要求十格的那种酸草的 或者什么的 卖八格的跟别人用的也不一样啊 第一个可能主张就是比较环保的 没有阴光剂的肯定会选那样的 然后他用着对眼睛也好 质量然后环保一些 就是大品牌的 对小孩身体健康的 没有就是荧光剂的就是还有现在那些东西 就是主要来是对孩子身体有毅力吧 可能会更关注于大品牌 然后就是说希望没有荧光剂 然后对孩子护眼能好一点 对主要是还是要看品牌 主要孩子用的东西 主要还是就是不想选三五的那种 因为开学季嘛 家长基本选择产品呢 笔本笔本不分家 本呢都是无影光剂护眼本 他在使用的时候 因为孩子长时间书写 他的目光是离不开卷面的 所以说他这个长时间书写的情况下 他不伤眼 现在市场上的文具 样式和种类都特别多 在选购方面 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盘算 不用太漂亮 可能孩子注意力能分散这样 想选一些 素一些 但是你说孩子还比较小 还是可他喜欢的来 培养的兴趣为主 还是选择比较素的吧 要不然可能会影响上课呀 他就玩文具了 都不直接听讲了 过度那个分散 孩子注意力就没有必要了 相对素一点的吧 就是怕影响的上课 对 小女孩喜欢卡通的 但是我更喜欢素一点的 因为怕他上课的时候 就是注意力不及时 现在就是家长给孩子 选购产品的时候 多半都会选择功能性的产品 类似于我手里这支静音笔 它首先呢 孩子在用的时候 在上课用的时候 不会影响他上课的质量 就是说他没有声音的 按动是没有声音的 而且它还是大容量的 秒杆的 就是在书写的时候 不至于弄当手和卷面 这个家长是非常受欢迎的 选好了新文句 在接下来的新学期里 小小伙伴们也有自己的期许 新学期学习成绩 要更比上一学期要好 也真诚地祝福 我对各位小小伙伴们 新学期开学顺利 开开心心 健康成长 学习进步 更上一层楼 这两天我看有的伙伴 喜气洋洋啊 有好事 是不是考研上岸了 这几天考研成绩 陆续出来了 挺多的伙伴考得不错 确实值得高兴 成绩不理想的也别气馁 人生嘛 对吧 机会还有很多 那可以再努力嘛 是吧 不过不管啥成绩 都要保证好的一个心态 要不然的话真出事 浙江泰州 有这么一个女伙伴 就是上岸大军当中的一员 就因为太激动 昏倒了 这个考研呢 可是不是个轻松的事 之前我还记得说 距离考研 还有一百天的时候 咱们说过一个小伙吧 哎呀 白天黑夜的学习呀 一宿一宿看书 真是累呀 这女伙伴也一样 拼命学了一年呐 头两天就不出成绩了吗 查分一查 四百二十九分 妈妈我过馅了 我考上了 我考上了 这孩子一激动 爹妈给旁边也跟着高兴 是吧 哎呀 好啊 好啊 考上去好 考考 孩子妈妈讲伙伴啊 这高兴心情还没过去呢 瞅着姑娘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全身只嘚瑟 大口喘气 姑娘 姑娘 咋的了姑娘 这孩子不但没啥反应 直接嘎 晕倒了 这个全家给吓了 吓坏了 赶紧打120 送医院 到医院医生一检查 好在没啥大事 就是情绪啊 太激动 叫过度呼吸综合症 孩子妈说了 这孩子这一年呐 太不容易了 家在浙江泰州 但是孩子为了考研 自己在云南楚雄那边 租了个房子 可以说 这一年就给自己闷到屋里头 足不出户 就闷头学习 一直到考完试 才回到家里 这个成绩 要说也算对得起 孩子的付出了 有人一看 说这不敢让犯进重举了吗 这不是 那你何去呢 一年呢 这压力多大呀 不过有的伙伴吧 压力不见得多大 太开心了 也能需要这种急救 四川人对麻将的热爱 那是人尽皆知 老老少少没事都愿意打上几圈 前一阵 有这么一位女伙伴 跟几个好朋友 一起打麻将 洗牌 马牌 抓牌 看牌 哎呀 胡了 都没动啊 胡了 我是不是胡了 你给我看看 看我是不是胡了 怎么的呢 牌刚抓完 起手就胡了 旁边的几个麻友 都不相信呢 过去走 哎呀妈呀 还真是哈 天胡 不会打麻将的伙伴 可能无法理解这种兴奋 就是你这把麻将牌 还没能打呢 抓到手 立立正正的 直接就胡了 你说你这玩意 这概率可太低太低了 给这女伙伴是乐的 说乐抽了 一点都不夸张 呼吸困难 俩手发抖 站都站不起来了 大伙一开始还开玩笑呢 你还能行吗 一把天胡 跟你乐这样啊 哎 说话呀 乐的说不出来了 这边你一句他一句 慢慢发现有点不得劲的 这人都倒桌子上了 大伙这时候才意识到 问题严重 哎呀给这帮朋友吓的 打了120 到急救的呢 还行 像刚才说的也是 没啥大事 具体原因呢 就跟刚才考研 那个茶粉的女孩一样 都属于是过度激动了 这个啊 其实是典型的 情绪影响呼吸的表现 你看咱这人的情绪啊 能影响呼吸 你看正常情况下 呼吸是有大脑这个呼吸中枢 通过神经纤维驱动 咱咱这个胸壁的呼吸肌肉 然后完成 正常情况下 呼吸中枢只有检测到血液当中 缺或者说缺氧了 或者二氧化碳升高了 这个时候 它会发出加强呼吸的质量 但有些时候呢 就是你情绪激动的时候 情绪就会影响嘛 它就影响这个呼吸中枢 然后呢 让它催促发出同样的这种指令 就跟缺氧一个意思 这是人呢 一般在什么情况有这种事啊 大怒 大喜 再就是过度激动 过度兴奋 这时候 就会呼吸急促的生理原因 你看人一生气 有时候说气的呼吱呼吱的 气的 这就是情绪影响呼吸 正常情况下 等到情绪平稳了 恢复正常了以后 呼吸次数也就慢慢的 也恢复正常了 但有时候呢 人这个情绪过于强烈 就是很难自我控制的时候 兴奋过度 你比如说 就是兴奋过度了 激动过度了这种 就是过度的兴奋 呼吸中枢 就会导致这个呼吸 持续加强 就是使劲喘气 喘气喘气 一直到不能抑制 就导致呼吸窘迫的症状 严重的就会导致体内二氧化碳 过度排除 你这一呼吸 每一次不都排除二氧化碳吗 二氧化碳过度排除怎么样呢 血液就偏碱性 血液里边钾离子 钙离子浓度就降低了 这就导致抽搐 惊乱了 有些人就甚至昏迷了 大夫说 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可以拿个纸筒 拿个纸啊 整个筒 在他嘴和鼻这块周围 给他呼吸 干啥呢 让他呼出去的二氧化碳 重新让他吸回去 这样的话 避免他减中毒 当然有些人会因为这个 感觉就会更难受了 你往他吹二氧化碳 他能得劲吗 这种情况吧 咱们还是及时给他送医院 这是最好的 说来说去 大伙还是啊 得学会适当控制自己的情绪 大喜大怒这都不好 所谓乐极生悲嘛 遇上好事了 高兴指定高兴 那乐极生悲这事 谁摊上 谁也不乐意 那大伙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啊 大喜大悲的时候 千万注意 身体还是第一位的 哎呀 接下来问问大伙吧 你们刷过锅没有啊 好刷不 你看有的伙伴 干过活就知道了 说哎呀 刷锅那玩意儿 什么难的呢 你给我水一浇 完了整点洗戒精 拿百戒布就刷呗 刷完了再一重 是吧 你说这个锅 谁都会刷 接下来要说这个锅 你别说一般人呢 就是专业人员 刷起来都挺费劲 关键是还得动用高科技 先把装备穿在身上 然后手脚着地往前爬 最关键的是 它身上背的那个氦气球 可以让工作人员 轻松地从锅底爬到锅圆 这样才能把天眼 擦得干干净净 说到天眼 大伙都不陌生 它就是位于贵州平堂的 球面射电望远镜 它主要用来天文观测 口径500米的天眼 上面铺满了4000多块反射面板 锅底的面积大概相当于 30个足球场大小 可想而知 给它洗澡得多费劲 所以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 和航空工业特飞所 合作研制了 微重力蜘蛛人设备 专门用来解决 这口大锅的日常维护问题 它主要采用了配重平衡技术 利用氦气球浮力 抵消蜘蛛人自身的大部分体重 保证了蜘蛛人可在大锅表面行走 和进行相关检查维护作业 而且不会对大锅造成损坏 以及影响到正常观测 网友调侃 这么大的锅就一个人刷吗 正在行驶的白色轿车 突然冒起了浓烟 司机吓得赶紧停车逃离 也是赶巧 对面开来一辆环卫的洒水车 司机见状一脚刹车站住了 然后跑到车尾 迅速打开喷头 并调整好角度 对着冒烟的轿车就是一顿喷 一番动作行云流水 洒水车秒变消防车 19号浙江嘉兴的黄卫公陆雪平 开着洒水车走在路上 眼瞅着前面一辆轿车冒起浓烟 这车怕是要自燃哪 陆雪平一刻没犹豫 停车就开始浇水 而另外一位恰巧经过的黄卫公 立刻上车给水枪加压 俩人完美配合 灭了这还没窜出来的火星子 网友评论 这是消防队环卫分队呀 厉害啦 在店里忙里忙外还收拾餐桌的 可不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或店员 而是到这吃饭的顾客 人俩不光打扫卫生 还在老板离开后接了两单生意 帮老板又赚了点钱 21号晚上 湖南湘西的这家自住烧烤店里 这两位老熟客又来吃饭了 因为常常吃通宵 老板就留下店里钥匙 自己先走了 老板不见外 俩顾客也不生分 吃吃喝喝 收拾卫生 接单做生意 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老板又进账五六百 临走时 他俩还把店里收拾干净 之后才离开 网友评论 我已成待人 他人也已成待我 相互奔赴的温暖呢 一分一秒 铭记着奋斗的激情 一时一刻 血就了坚持的热情 日历翻月间 时光在奔忙中流逝 四季更迭中 梦想在追逐中起航 一条精彩视频 一场鲜活报道 和你分享生活中的 大事小情 你 卫生 总有无奈的故事 依旧向上 我 守护你 总有感动和暖光 常在日上 好身体是基础 好心情是幸福 你的生活里偶尔有我 我的岁月里全都是你 坚守信念责任 何惧雨雪风霜 肩负使命担当 更应出力途强 心门有力量 生活有希望 关注热点话题 解决生活难题 感受时代的脉搏 捕捉烟火的清香 共住内心的温暖与美好 日子天天播 天天都有乐 岁月成星 美好常在 2023 看见更美的故事 遇见更好的自己 昨天下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最近各地疫情成局部 零星散发状态 防控形势总体向好 平稳进入椅类 椅管常态化防控阶段 实际上呢 对我们股价来说 它就是意味着 我们已经坚持住了 这一轮疫情的 一个冲击和考验 建立了比较好的 人群免疫屏障 那么如果从疫情 本身的特点来看 可以说这个疫情 已经基本结束 但是不能说 它是完全的结束 现在的感染 在我们国家来看 还是处在 零星的 局部性的散发状态 国家卫健委 在发布会上介绍 去年11月以来 国家卫健委围绕 保健康防重症 全力以赴开展医疗救治 依托国家医学中心 国家区医疗中心 和省级三甲医院 组织了16支 国家医疗队 总计2400余名医务人员 在有需要时能够随时 根据国家调派 跨省支援 在全国各省份 组织5644家医疗机构 组建了118支省医疗队 总计近6万名医务人员 有效满足各地区 医疗救治需要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 自今年1月8号实施 以类仪管以来 中国已监测发现 7例XBB.1.5输入病例 经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 相关密接人员 健康监测及专家研判 没有再发现续发病例 目前我国在新冠病毒 变异株监测中 如果要发现了 首次报告的 不论是在输入病例中 还是在不同病例中 还有一级重点关注的 国际流行的毒株的话 都会进行感染者个案调查 核心密接的调查 并开展那个风险研判 一旦要是发现了 传播力比较强 致病例或独立增强了 这个新型的变异株的话 都要按照相关的方案 采取一些措施 同时呢 我国刚刚经历了 疫情的大流行 人群体内产生的综合抗体呢 会在短期内 提供免疫保护作用 专家的研判分析认为呢 近期呢 引发新一轮 规模流行的可能性比较小 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 虽然XBB.1.5的传播力较强 但从目前的数据显示 个体感染XBB.1.5后的症状 与其他奥密克戎毒株的症状相似 没有发现其致病例的增加 针对近期多地报道 有学校因新冠 甲流等停课的情况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是我国流感呼吸道 荷包病毒感染等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季节 需要继续加强流感等呼吸道病毒的监测预警 脱油机构 学校和养老院等重点机构 人员聚集 环境相对分闭 是呼吸道传染病等传染病的高发场所 需重点关注 对流感来说 每年接种疫苗 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措施 今年过年春节档的电影快速回暖 票房大卖让人看见了赚钱的机会 有的公司声称 趁着票房好起来 可以进行电影投资 甚至宣称啊 连即将上映的电影都可以参与投资 只要电影大卖 就能有巨额收益 真有这样好事吗 记者来到了上海奉贤区的一家影视投资公司 一位自称总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将于4月28日上映的一部国产大片 是近期最值得的投资对象 只需10万元就可以参与 电影下映后可以依据票房分红 现在定在5亿 4月28 它是2.8亿的吧 那我们就算了28亿 等于说10亿回本 我们把这10亿出外 跟我们没有关系 然后18亿就是我们的盈利 也就等于翻了1.6倍左右 总监介绍称 电影下映后4 5个月就能分红 他还向记者介绍了 所谓的已经成功的项目 和有潜力的项目 他是这样 他这个版权就是这种形式 这就是底层协议 一般我们不给客户干 他就说今年上映 但是客户要买 我们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的 可以买 总监将记者带到了上海普卓区 一处写字楼 据他说电影的投资方 上海华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就在这里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张 所谓的投资收益表格 表格上的数据 比此前那位总监介绍的 更为惊人 电影票房达到10亿元 收益就有17.8% 如果票房达到30亿元 收益率高达253% 在这惊人收益背后 上海华林这家公司还承诺保本 保证你不管票房多少 你的本均是安全的 是这个意思 他不可能保你100%票房到多少 但这个就是已经出品 给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 上海华林的工作人员 反复向记者强调公司的专业 并表示这笔投资 保本无风险 收益高 但当记者想要详细了解 此前公司运作的项目时 经理连忙改口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详细的合同 收益分配 票房结算 甚至还有风险结实 看似应有尽有 为了让记者尽快签下合同 其中一名男子又改口称 公司此前操作过电影投资项目 和刚才的话截然相反 记者看到这份十几页的合同里 只字未提投资者收益分成的比例 就是这个收益具体怎么来分配 到底有多少比例的收益 是可以给到投资者的 虽然在这个合同中间都没有体现 但是我们纵观这个合同中间的 违约责任 仅对投资者的义务 有相关的违约条款 对于华林公司 却没有违约条款进行规制 这实际上是特别不合理 华林公司工作人员解释称 他们从上海马术买到版权 而上海马术则是从国内 某电影公司买到的版权 他们只能给记者查看 与上海马术签订的版权协议 想要查看版权合同 就要先交一笔两万元的定金 说这版权合同是商业机密 交完定金才能表示诚意 既然在上海华林处 看不到那份版权合同 记者便按照工商注册的地址 来到了上海奉贤区 寻找上海马术影视文化公司 然而整个园区内找不到公司的半点踪迹 记者只能拨打电话联系公司 截至节目播出 记者也并未收到回电 这份所谓的版权合同真的存在吗 记者咨询了电影的出品方 从未向任何主题转让过该电影的投资份额 投资收益或者版权 另外我们也从来没通过任何网站 微博公众号公开渠道 向任何机构或者自然人 开展电影的融资业务 所谓的版权是假的 公司则是刻意隐藏了办公地 如果交完定金或者付完投资款 投资者根本无法追查这些经理总监的下落 如果华林公司它并不是联合投资人 或者说并没有相应的收益分配权的话 它仍然去跟投资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 以此来骗取投资人的信任 交付投资款就有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 可能涉嫌诈骗 投资电影是看上去挺吸引人 但是这些打着投资幌子的冒牌公司 却通过模糊不清的合同 专业的话术 把投资者弄得是云里屋里的 现在骗子的手段也在升级 大伙还得提高警惕 记住那句话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馅饼 坑人的馅饼千万得注意 北纬42度黄金奶圆袋 天生非凡 珍稀娟山奶圆 特别添加高含量如铁蛋白 助力全面成长 灰山奶粉因为珍稀所以珍贵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 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 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 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 交叉感染的风险 杜绝病从口入 使用公块必不可少 朋友聚餐用公块 在家用餐用公块 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 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使用公块是一种文明礼仪 是健康好习惯 文明用餐 您用公块了吗 又到饭点了 给伙伴们加个菜啊 不而许的啊 这我准备好了 来 翠花上香菜 看着怎么样 这一把香菜水灵灵的啊 这个香菜是不是你的最爱 哎呀呀呀 我现在隔着屏幕啊 已经看到伙伴们 已经自动分成了两派 你看那伙伴乐着 香菜香菜 我的爱 快到我的碗里来 哎 还有的伙伴 你给他鼻子捂着嘴 哎呀 香菜香菜不打地 赶紧给我拿出去 快 香菜被评选为 世界上最两极分化的食材之一 你是哪一极的 是爱吃的 还是不爱吃的 来平台上咱们畅所欲言 说说 我先说一个关于香菜的啊 最新消息 今天是世界讨厌香菜日 哎呦我的妈呀 香菜都有自己的纪念日了 不过是讨厌香菜的啊 这个但这日子是民间自己发明的啊 不是官方的 在网络上非常流行 说是就有一些个 嗯 不爱吃 不爱吃香菜的 整个人一个 整个一个全球的反香菜联盟 天天就吐槽这个香菜 好家伙 这这这这多不爱吃啊 哎呦有不爱吃的伙伴直撇嘴啊 那必须不能吃啊 这那这玩意能吃就行吗 有的爱吃的呢还不乐意 香菜你还不爱吃 我的妈给你狂的 做菜不放点香菜 那玩意吃能有味吗 啊 那玩意味多怪呀 说谁怪呢 这个味就是我的爱 你看我们导播小伙伴 这就是香菜的资深粉丝 嗯 啥玩意就不爱吃香菜呀 我就爱吃 爱吃的不要不要的 咱就不说别人 就说我们导播小伙伴啊 那简直无香菜不欢 香菜香菜就是好 菜卷整上就是烤 哎 香菜就是我生命的另一半 没有香菜 生活就没有了期盼 他爱吃香菜到什么程度啊 拌凉菜 必须得往里面割香菜 涮火锅 香菜必点 今天他还跟我说呢 最爱吃的一道炒菜 是香菜炒肉丝 我鹰子兄弟听完 一听就捏鼻子了 哎呀 这道菜我一听 简直就丧心病狂 这都不够狂 就上个月过年那几天 广东啊 有这么一个00后小伙 用十斤的香菜 完成了春节米其林香菜盛宴 好的家伙 都有啥呢 一起看看 你看中式的 有香菜汤 香菜牛肉 阳式的也有 香菜沙拉 香菜天妇罗 什么香菜蛋糖 喝的也有 香菜苏打饮料 好的家伙 可谓是 荤素搭配 中西结合 这一顿饭下来 打嗝都得是香菜味 这小伙说了 说自己是酷爱香菜 也知道旁边有人 聚烦这个香菜 他就抖了个机灵 做了这么一桌子香菜宴 我明白了 你这是有点挑事啊 但不有那么句话吗 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 这句话呢 同样适用在香菜 现在就是 爱吃香菜的人 丧心病狂 到什么程度啊 有人订生日蛋糕 都订做香菜味 哎呀 我感觉参加生日宴的 要有不得已这口的 都得捏鼻子吃 先不说爱吃不爱吃啊 咱们先看看 香菜这玩意咋回事啊 香菜啊 它这个是咱们 这个普通教法啊 它有一学名 叫盐衰 它的原产地 在欧洲地中海那片 这个史书里头有记载 说是汉朝 张谦初始西域 带回来的香菜籽 这种子这么带回来的 用现在的话说 这还得算是进口食品 吃香菜 其实有不少的好处 养胃 健脾 还能够补充维生素 但是 多数咱们吃香菜 拿它就当个配料 但是过去呢 我小时候啊 香菜呢 这都属于基本是都是配菜 吃点面条 往里头丢两个叶 是吧 鸡蛋瓶里边放点啊 拌凉菜里边丢点叶 是吧 慢慢爱吃香菜的可能多了 现在有很多的菜啊 都是以香菜为主了 是吧 香菜炒肉啊 是吧 或者说烧烤店那个菜卷 里边多数都是卷香菜 不过最近 有科学家研究发现了 全世界 有15%的人 有香菜恐惧症 说白了 就是不爱吃香菜 科学家就研究啊 说大伙爱不爱吃香菜啊 这个里边啊 各位 可别互相说 埋带互相歧视啊 说这是 不爱吃不好 或者说爱吃怎么地了 都没有 这个啊 我跟大家说 跟基因还真有关系 这玩意儿有的是天生的 他不是说这人就矫情 这人体里边有一个叫 OR6A2 就这个 这个基因啊 这个基因呢 是一种对 全类化学物质敏感的 嗅觉受体 这种基因 那香菜 这个独特的气味来源 就是全类物质 所以说 如果你的人体内 要含有这个 OR6A2 这个基因 那你 不用问了 肯定排斥 这个香菜这个味 他肯定不爱吃 这是 很多人都是基因带来的 这个就不是说 谁这点矫情 怎么的 不是 他这味跟你那个 感受到的不一样 这样人吃到的香菜 是什么味呢 是 肥皂啊 和这个草里边 虫子的那个味 你想想 让你吃这味 你能吃不 他就基因决定了 他吃香菜 就是那个味 所以他不爱吃 除了基因以外 不吃香菜 还有几个小的原因 当然这是 小部分人了啊 就是后天 客观条件造成的 比如说有人 过敏 这属于体质问题 还有人呢 对苦味敏感 就感觉 这个香菜 不好吃了 包括什么 甘蓝 就咱们常说 嘎的白 有人就感觉 吃香菜 吃嘎的白 它是苦的 他对苦特别敏感 有一点 他就能感受到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吃伤了 也许你不记得 可能小时候 总吃总吃总吃 吃足性了 吃腻了 吃伤了 长大了 就不爱吃了 但这都小部分 绝大部分 还是基因原因 哎呀 你看 这小小一颗香菜 几家欢喜 几家愁 其实爱不爱吃 这个玩意 就是个个人喜好 你喜欢 或者你不喜欢 香菜 它就在这里 不曾离去 来吧 香菜 你是讨厌 还是爱 微信平台 来 烙起来 说说天气 最近这股 弱冷空气 现在还在咱们辽宁呢 今天早上 沈阳最低气温 是零下八度 最高温度 才零度 不过 看预报 这股弱冷空气 可能对咱影响 并不大 应该很快 就会结束了 因为他俩较 较劲的过程 肯定最后是暖空气 要占上风 明后两天 又是周末休息了 也是开学之前的 最后一个休息日了 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小北赶紧跟大伙 详细说说 晚上好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站 我是小北 今天冷空气一登场 再加上北风一吹 体感上一下子就觉得冷了 像今天咱们全省的气温 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 像这个时段 咱们想的室外温度 是降到了零下两度 跟昨天的同时段相比 降幅还是很明显的 说实话 一出门就被北风给折服了 我在外面稍微待了一会儿 已经有特别明显动手的感觉了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摄像机 精灯来看一下 我会发现今天很多人出行 又重新的把这个外套的拉链 拉到最顶端了 还有不少的人呢 也都戴上了帽子 确实啊 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挺低的 如果晚间有出行需求的话 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保暖的 不过呢 目前来看 这一轮的冷空气停留的时间 并不会特别的长 像明天呢 咱们全省的阳光都很充足 都将会是以晴好的天气为止 而且暖气团 也将会接受掌管辽宁上空了 像明天白天就开始升温了 全省的最高气温呢 会达到零上的三度到八度之间 但是早间的温度 还是挺低的 很冷啊 像明天早上 有半数城市的最低气温 会降到零下十度以下 多多少少 还是残留了一些今天的冷意的 所以说明天的日温差呢 就会比较大 大家一定要注意调整好着装 那明天呢 是个休息日 建议大家可以尽量 稍微晚一点出门 白天的体感呢 还是很不错的 像明天呢 省内白天普遍是一个 三到四级的风力为主 吹起来呢 会比较舒服 那要注意的就是呢 明天省内局部地区 还会残韵一些北风 所以吹起来可能会比较凉 建议各位啊 明天不要着急减少衣物 抽寻保暖 还是非常的关键的 不过到了周日呢 升温就会更加的明显了 省内大部分地区的 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10度 所以综合所有的因素来看 这个双休日的两天 还是非常的事宜外出的 大家可以计划一下 那目前事外的情况 就是这些了 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 城市预报 关于片子的各种片术 咱们是没少说 反正啊 就这么来回来去的这么捣鼓 伙伴们多多少少的 也能往心里头去点 什么冒充领导上转账的 冒充班主任来收费的 这个骗术对我们伙伴们来说 这都应该能免疫了吧 其实浙江温州 有一位熊伙伴 他也了解不少骗术 本来他也觉得自己呢 无坚不摧 不可能有骗子从他这儿骗走前 没想到啊 差一点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 骗子就成功了 怎么回事呢 骗子不研究话术 改成研究手工活了 那样 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具体打破事 咱们详细说说啊 前几天 这位熊伙伴 接着个电话 对方说呢 他涉嫌一起 非法洗钱案件 这种电话啊 只要是心中没有鬼 自己没干过这个犯法的事 基本都能确定 对方指定骗子 这熊伙伴 本来也是思想特别坚定 我没问题 不可能是我 我不可能参与洗钱去 但对方也特别执着 你看 你怎么还不信呢 是 你自己可能没做过 但是你那身份证 借没借出去过 或者说有没有别人知道 你的身份证号码 你信息泄露以后 再被盗用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这个 也不太可能 你看 你自己都不确定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是深圳罗湖派出所的 我的警号是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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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警察 熊伙伴这时候稍微有点缓个神 有点犹豫了 对方冲这个机会赶紧 让他下载了一个视频软件 来 你不信啊 咱俩试上一屏 我让你看看我们派出所现在的情况 这熊伙伴也半信半疑 接上看看吗 接通视频电话了 对方还给他介绍上了 看到没 你看到没 这是我们办公室 看到没 你看这啥 这啥看到没 镜头直接对准门口那个警徽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边还有半身的窗口 你看这啥 这能是假的吗 你看 你还别说 整挺像 办公桌上摆个电脑 后边两排文件棍 你听着 哎 整的 跟咱们办公那个办公室一样 玻璃门 文件棍旁边衣服架上 还挂一个蓝色警服 尤其是镜头转向这个 半身的窗口的时候 你看嘛 你看 不光有看着穿警服的人 可能办案 还还办公 旁边还有站牌 等着办事的这老街人 你看 这熊伙伴一看 哎呀 这可不就是吗 真派出所啊 真是警察给我打电话了 犹豫了 对方还说呢 也不用你干啥 你就把你银行卡里的钱呢 转到咱们的安全账户上 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不管你要钱 这个钱验证完了 就给你返回去 你还能不相信警察吗 你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视频都看了 这熊伙伴啊 还真就没相信 因为就在这时候 真正的真警察 及时赶到了 得感谢人真警察呀 真警察来了 阻止了熊伙伴转账 同时也是揭露了 对方的骗局 经过于调查 跟熊伙伴视频的那 纯纯的就是骗子 说这骗子怎么 人家宅警察局 那么不派出所 你看啊 首先熊伙伴 生活在浙江温州 就像咱们知道 我在辽宁 我在沈阳 或者是你那安山 府顺大连的是吧 但对方说 它是深圳罗湖的派出所 根本都不是一个省 警方一般 不会特殊情况下 就没有集特殊情况下 都不会跨区域 跨集去办公 而且直接跟办案人联系 还跟你视频 那基本不可能 再说视频里边 看的派出所 这骗子是真舍得下血本啊 就为了提高真实性 让你相信 一咬牙一跺脚 自己建了个派出所 外边啥样 咱不知道 看不见 它跟里边吗 但里边都是按照派出所 一样装修的 蓝底白字 还写着某某某公案 还带警徽的吗 还给人看的吗 里边那些所谓来办事的 这些的群众 在窗口排队的 还有窗口里边坐着的 全假的 这算是他们找来的群众演员吧 要是这成本啊 投入可真不小啊 人力物力 这都下了血本了 以前我知道有人为了视频不露线 坐着假的派出所的背景墙 就后边这个景是派出所的 这回家更升级了 何止背景墙啊 整个派出所都自己建的 都搭着实景 还带演员的 你说说 真人 这足以一家乱真呢 所以说也难怪 这个熊伙伴最后几乎就要相信了 你咱看西游记 你就跟妖怪变完了一样 把这景全变一样来了 就骗你 你是谁能想到 整个派出所都整假的了 这景啊 胆子也太大了 所以咱们一定还得提高警惕 这正事啊 为了诈骗 会想着自己建个派出所 多亏警方及时到 揪出了骗子 无处躲 女子旁 一个马 妈妈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 是妈 我教妈妈在手机上 打出的第一个字 是儿 虽然 她还是常常打错字 很多的努力 只是为了 你爱的人 小时候 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 想带他们出去玩 他们却总是不用 说坐地铁方面 说我工作累 该在家多歇歇 爸 妈 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 就是他们 爱的表达方式 来吧 看个微信平台 大伙留言 刚才说到吃香菜 《坑香玫瑰》这伙伴 刚才留言 他说刚才 我女儿是北方人 姑爷是南方人 姑爷就不吃香菜 我女儿吃香菜 涮锅子涮香菜 干豆腐卷香菜 酱香菜 百吃不厌 姑爷不吃 姑爷说 这香菜闻着一股 臭到姐味 咋整 咋整 没法整 刚才咱们也说了 这个吃不吃香菜 它跟你南方人 北方人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跟你的生活习惯 啥的都没啥关系 没说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身体里边那个基因 所以说咱们也别互相提示 也别觉得说 这人不吃香菜 他太矫情了 或者怎么的 没有 这个就是每个人基因不同 它是真就是基因里边的一个元素决定的 这个他不吃也正常 你像咱们爱吃的爱的不得了 他不吃 那咱就尊重人家的这个习惯和选择 他吃这玩意跟咱不一个味 所以说咱就得理解一下就得了 另外香菜这个真是 吃法多多 爱吃的咋吃都能吃 我吃过香菜馅 香菜馅包的馅包的 我还挺爱吃 挺好 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 就是别人没吃过的这种香菜做法 可以微信平台说说 最近这几年 这个医美被不少的伙伴逐渐接受和喜欢 尤其不少的女伙伴 那句话说的好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不过呢 对于这个医美项目的科学性 还有合法性和安全性 不少的伙伴俩眼一抹黑 基本不太明白 到去年9月份开始 针对医疗美容当中出现的虚假宣传 非法行医 价格欺诈等等 这些个重点问题 市场监管总局等等11个部门和单位 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专项治理行动 依法查处了一批医疗美容类的违法案件 咱们来看看具体应该注意点啥 位于北京某写字楼里的这家经营店 门口无任何标志 但进去后近200平米的空间却别有洞天 有三个治疗室 一个库房 一个照相室 屋内有大量疑似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注射用肉毒素 麻醉药等医美药系 注射地点都在这儿是吗 肉毒素就一堆的肉毒素 我的天哪 这怎么办 哎哟 它真是太多了 看着来了 你看它的仪器了吗 光变的硕 他们家胆它真大呀 有手术术 经查这家经营店未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擅自职业 此外 根据记者调查 一些正规的医美机构也存在超范围经营的问题 这家医美机构被许可的诊疗科目 为美容外科 美容牙科 美容皮肤科等 不具备龙胸手术的资质 却超范围开展假铁龙胸手术 被消费者举报述罚 还有一些医美机构聘用无私制人员进行医疗操作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像打玻尿酸这种注射美容针剂 就属于医疗美容项目 操作人员需要有医师资金 你自己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开化妆品店的 学过医吗 没有 目前针对美西书研整形美容机构的多项违法行为 合肥市场监督管理局 以医法做出行政处罚 卫生监督部门提醒 打算做医美的消费者 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卫健委官网 查询机构是否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及被许可的诊疗科目 查询相关医生是否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职业证书 同时为了让广大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北京的相关监管部门也要求 医美机构公示收费项目 并且同实际收费清单和病例记录保持一致 我们要求这个价格一定是一个指定的价格 在咱们做完一个项目之后 会给你一张他的收费清单都明明白白的写出来 消费者就能做到明明白白的消费 避免上当受骗 伙伴们这回知道了吧 在准备做医美之前呢 先上国家和地方的卫健委官网去查一查 查这家机构 医美机构是不是取得了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再查查做医美的这些医师 是不是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职业证书 别最后花了钱没得到相应的服务 还是提醒大伙上抖音和快手 关注咱们新闻正前方 在这两个APP搜索新闻正前方 五个字关注上就可以了 认准蓝威标志 本赛季的CBA常规赛第三阶段 将要在3月1号正式开启了 恢复主科场制了 球迷们终于可以在家门口 为家乡的球队到现场去加油了 今天上午 梁争南篮的队员也在梁争体育馆 进行了训练 队员们备战的情况怎么样 记者实地探访 稍后新北方详细说 好了 今天咱们先落到这 明天晚上五点整 储君跟大伙接着落 东东教学话 小伙伴们还说话 你家就是我的家 寻浪的人们寻寻